警方在星期日也接獲中文大學保安部的保安 說他們在中大的校園裡 有一連串的刑事毀壞和縱火的行為 警方在星期一在中大裡 就手獲超過3900枚的汽油彈 到底3900枚有多少呢? 大家如果用10秒鐘去扔一個的話 要扔11個鐘就能消掉了 而中文大學也是在警方自行動以來 手獲最多汽油彈的一個地點 校方也發現有危險艙被爆洩 經點算之後 有接近100公升的龍瘤酸、龍蕭酸失洩 這些化學品具有高度的腐蝕性 另外,亦都有一些失洩的化學物品 是可以用來製造成汽油彈 或者其他的非法用途 嚴重地危害著公眾的安全 更多精彩尽在中國新聞網客戶端 在一起製造成汽油彈的車 不可以用來製造成汽油彈的機器 都可以用來製造成汽油彈的機器